網球向來是我國在世界大學運動會的重要獎牌庫 今年在光州也不例外 中華網球隊在男女單雙打和混雙 確定一共會有五面獎牌入袋了 那麼其中呢 首都搭配的林亞軒和許婕宇 明天要和地主南韓組合爭奪女雙金牌 光州結束連日英語的天氣 太陽終於出來露臉了 而中華隊也傳出捷報 網球隊再一次在世大運留下夾擊 我當然很高興 我沒想到就是 就是可以打到這麼前面 然後就是當然明天要很努力去拿著金牌 希望明天金牌可以是我們的 就是提前打下我生日禮物 出色表現永遠不嫌少 女雙李亞軒跟許婕宇搭檔 在世大運四強戰以6比3 6比0 直落而擊敗日本組合 替中華隊搶下女雙決賽門票 就是盡力打 因為也是第一次打 就是不想要把自己留下遺憾這樣 對 這個很不一樣 就是比較團體式的 然後就是跟職業賽很不同 然後我還比較喜歡打這種 這次兩人頭一回合拍 沒想到就這麼順手 許多初體驗 讓這對手帕交開心征戰世大運 我們就是互補吧 因為我的其實我的底線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cony就是他就幫我就是cover那個前排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配起來其實都很順這樣 他人很好所以我們沒有吵架 哪裡有缺點然後我就會告訴對方 這樣子互相告訴對方 然後就是調整 男雙部分我國有李星翰跟彭仙穎聯手 準決賽以4比6 6比7輸給了地主南韓組合 李星翰沒人在世大運男雙締造4連吧 只能同拍收場 打了8年了嘛 就是感觸還蠻多的 因為第一次來好像是來晚了嘛 然後後面就越來越專注這樣 然後打到最後面要終於要結束了 蠻捨不得的 過去10屆世大運 網球隊從來沒有讓國人失望 每屆都有成績 今年在獎牌榜再次扮演中華隊重要推手 YES UTN TV 武嘉優 楊玉欣 南韓廣州報導 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